我們剛剛又看完兩首的表演舞蹈 接下來又到了有獎正答的時間 我現在有四個問題想要邀請各位觀眾 幫我回答 請大家踴躍的發表喔 我們有精美小禮物等著大家 好 我們第一個問題是 今天在龍潭觀光大池是什麼 什麼藝術季在這邊 我記得我的身後有個很大的一個看板 有個名字 我想大家不要著急喔 我數一二三好不好 一二三 我看到最前面這個 忠實觀眾很前面 請問這個是什麼藝術季 假日廣場音樂藝術季 答對了鼓掌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第二個問題是 今天鬥兒舞蹈團在這邊 演出的節目名稱是什麼 我們的節目單上面有一串很大很大的文字 請大家趕快看答案 答案在這個紙張上面 快 快舉手 我來看一下 再一次喔 一二三 我看到後面那個紫色衣服的美眉 拿著我們的節目單超大一張的 來 講一下是什麼 你大聲的講 愛在虎盤鬥舞一下 沒錯 今天的節目就是 愛在虎盤鬥舞一下 我們謝謝這位小朋友 來 精美想要禮物一個 好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是要 考驗大家的創造力 我們想要請一位觀眾 來挑選剛剛看了這麼多的節目 他最喜歡哪一首 然後可以跟我們分享 請問是哪一首你最喜歡呢 我們想要讓觀眾朋友來自由發揮一下 今天來到這個藝術集啊 總是要學一點東西 或是動一點頭腦對吧 而且我們還有準備精美小禮物 所以我想要就是一二三 看有沒有觀眾願意發揮 他最喜歡哪一首 我們前面有跳了 很有時代感的摩登舞蹈啊 然後剛剛又看了一個芭蕾的 像宮廷舞蹈 那麼優雅的一個舞蹈 這芭蕾舞不簡單 要用小小的腳 然後把身體所有力氣 點在上面其實是很辛苦的 然後再來是前面 又跳了一些民族舞蹈 還有加上剛我們的慕恩舞者 跳了一首古典舞也非常的優美 所以想要請問在座的觀眾 可不可以來舉手看你們最喜歡哪一首 我想要知道一下 有沒有 有觀眾朋友想要分享 有有 我看到了 來來來來 請問你最喜歡哪一首 我最喜歡慕恩舞者跳的 果然慕恩舞者 慕恩是不是有偷偷帶粉絲在這邊 偶像 來來來我們精美小禮物送他一個 沒有錯 好 舞者呢 在我們就是在訓練舞者 其實是一段非常非常漫長的一條 這個不只是要花上時間 還花上精力 他可能會犧牲他所有的 遊戲時間 歡樂的跟朋友出去吃飯的時間 甚至是可能睡覺的時間 都會把它給花在練舞的時間上面 所以訓練成一個舞者是不簡單的 那我廢話就不多說 我們接下來下一首舞蹈 又要繼續囉 也是一首很漂亮的芭蕾舞 女孩們 以蝴蝶的身分 在祥和清風的微風中 漫天飛舞 因為展現出健康又快樂的笑聲 能讓父母感受到最大的安慰 由我們的 鍾雨璇 李德龍 彭子瑜 馮馨 江玉軒 游佩婷 林子玲 溫修安 石一堂 及蔡傑若 所帶來愛的旋律 掌聲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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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